前后,心里觉得轻松了很多 我本以为陛下不会理解这些东西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啊 可突然门外进传来的敲门声 原来是罗德森家族的皮鲁公子 这么晚本该是您休息的时间 非常抱歉前来打扰您 只见蒂娜冷冰冰地说道 是啊的确有点晚了 可皮鲁却突然走上前 但是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这是有镇静功效能够帮助睡眠的茶叶 也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 可蒂娜看着这些却没有一点反应 准备这些东西花费了你不少精力 只见皮鲁漫步上前 竟在一个不经意间 看到了蒂娜手上的绷带 您消失以后真的有很多人都非常担心了 就连我也十分担心您 而且还专门派了嘉宾去寻找您的下午 但是如果我当时站在您这边的话 就不一定会发生那种事情了 眼前这个男生也太善变了吧 只因蒂娜拒绝了他的嗜好 就要彻底摧毁蒂娜眼前的这一切 这边罗德森公爵来到了公爵府 还想让蒂娜接受罗德森公爵府的庇护 只见他突然抚摸了蒂娜的手 然后一脸委屈地说道 陷入到这些会令您受到危险的呀 我保证我的家族一定能够护你周全 虽然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我还要谢绝你的好 我还没有懦弱到需要谁的庇护才能够生存 而是应该让阿代拉停止自己的恶行 此时的皮鲁仿佛天打五雷轰一般 我不会再任由你们胡闹下去了 希望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请回去把罗德森 只见他缓缓地低下了头 那头傲慢的野兽 您觉得他还能够待在您身边多久 不只是神兽能够将人类踩在脚下 请您接好了 他们也曾处于被统治的位置 还有您已经把最后的机会都踩在脚下了 只见蒂娜连忙后退了好几点 他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皮鲁吗 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和他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我失去了你所说的机会 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还有请你把这些礼物都拿回去了 让我的小猫咪看到的话会不高兴的 只见皮鲁一脸坏笑 这些是我送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 无论是想要烧了还是要丢掉都随您处置 那么属下先告退了 可蒂娜深知她是不可能单纯地跑来笼络我 而且她总是提到神兽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眼前这个男生也太善变了吧 只因蒂娜拒绝了她的嗜好 就要彻底摧毁蒂娜眼前的这一切 这边罗德森公爵来到了公爵府 还想让蒂娜接受罗德森公爵府的庇护 只见她突然抚摸了蒂娜的手 然后一脸委屈地说道 陷入到这些会令您受到危险的呀 我保证我的家族一定能够护你周全 虽然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我还要谢绝你的好意 我还没有懦弱到需要谁的庇护才能够生存 而是应该让阿代拉平止自己的恶行 此时的皮鲁仿佛天打五雷轰一般 我不会再任由你们胡闹下去了 希望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请回去把罗德森 只见她缓缓地低下了头 那头傲慢的野兽 您觉得她还能够待在您身边多久 不只是神兽能够将人类踩在脚下 请您接好了 他们也曾处于被统治的位置 还有您已经把最后的机会都踩在脚下了 只见蒂娜连忙后退了好几次 她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皮鲁 没想到她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和她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我失去了你所说的机会 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还有请你把这些礼物都拿回去了 让我的小猫咪看到的话会不高兴的 只见皮鲁一脸坏笑 这些是我送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 无论是想要烧了还是要丢掉都随您处置 那么属下先告退了 可蒂娜深知她是不可能单纯地跑来笼络了 而且她总是提到神兽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德西尔兄妹出事的事情已经传到了蒂娜耳中 虽然士兵说是意外跌入悬崖的 但蒂娜深知此事并不简单 只见她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 然后仔细回想之前的经历 刚刚看到德西尔兄妹的样子 并不像是带领骑士们去什么地方 更像是被骑士们带着往前走 只见蒂娜气喘吁吁的 来到了那座山顶上 只见艾蒙缓缓靠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蒂娜急促地说道 不对劲 艾蒙也嗅到了很奇怪的味道 这是在那两个人身上闻到的 只见艾蒙缓缓蹲下 这个东西是那个女人的没错吧 蒂娜猛然一惊 她们真的在这里跳崖了吗 可艾蒙却发现了异常 她们并不是自愿跳下去的 这里混杂了太多人的气味 不仅仅是那对兄妹的 还有很多其他人的气味 而且我还发现了这个 只见艾蒙用鼻子闻了闻 她瞬间就变得兴奋了起来 都把蒂娜吓了一条 只是稍微闻了一下 这上面的气味就有反应 那些家伙当时到底用了多少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 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没有太多能够切实摆在眼前的证据 大家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 这边德西尔得到消息后 还是男人泪水 只见阿代拉痛苦地说道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格外关照公爵府最后的公子 这是最佳的选择 我也是没办法呀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恶毒了吧 为达自己的目的 都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马车上阿代拉 还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只见她握紧双拳 马车却突然剧烈摇晃了起来 阿代拉在马车上 被弄得前仰后翻的 只见一个声音传来 好久不见了阿代拉 自己的姐姐受伤了 也不来探望一下 真叫人